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加宽屏在最近的四年 我们每年都有大量的资本支出 投资在网路的建设 所以使我们在有线电视或宽屏的网路品质 在过去四年有大幅的成长 第二个呢我们也更加强 我们把有线电视跟宽屏的捆绑服务 所以使实际上消费者在有线电视所付的成本比以前更低 可是所享受到的服务更好 同时还有宽屏的服务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客服方面 我们也加强了我们把全省的客服做整合 因此提供给客户更好的服务 这是我们因应有线电视下滑 我们中加宽屏所做的努力 在数位浪潮下中加宽屏副董事长赖贤武认为 有线电视与OTT业者不再只是竞争关系 而是在内容上有所互补 民众收视习惯的改变 也增进宽屏服务的成长 OTT虽然是一个浪潮 但是OTT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说 OTT其实跟有线电视是一个互补的 因为OTT不管是Netflix或者是Disney 或者是很多的OTT服务 基本上它所提供的可能是电影娱乐各方面 但是有线电视呢 我还是有很多比如说新闻的电视 或者是其他有关运动的节目 这些都是目前在online上面 OTT的服务上面所欠缺的 所以我个人觉得是两者是 在内容上面是有一些互补 不完全是一个竞争 另外一个就是 当你使用OTT服务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宽屏上网的服务 才能享用OTT 所以我们中间宽屏也提供了宽屏服务 所以OTT可以促进宽屏服务的增长 另外呢 为了使我们传统的有线电视服务 也能享受到OTT服务 我们也推上了ATV的机上盒 使我们的消费者在我们的机上盒上面 如果说要享受OTT服务的时候 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操作方式 就可以享受现在很多人所希望有的OTT服务 与会嘉宾利TV董事长钱大卫也认为 尽管有线电视面临用户数衰退 与数位化冲击 但有线电视与宽屏产业 未来仍非常具有发展潜力 台湾的这个看这个Cable的人呢 最少还是在50%以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族群 而50%以上呢都是付费的 消费者愿意付费的 而这个里面呢 这个基础呢非常大 你愿意付费 你就会愿意再付其他的 那在经济学义里面通常在讲 有一个叫做生长曲线 第二生长曲线 那现在Cable是有点在下降的地方 但是要赶快找到第二生长曲线 第二生长曲线 现在Cable都在做的 第一个事情就是宽屏 就是Cable Modern 那Cable Modern就是市占率越来越大 这是绝对对的 但是除了Cable Modern以外 在这么大的一个 50%以上的这个族群里面 家户里面 怎么样推广 那当然现在Cable公司 每一家都有开始跟OTT合作 所以它的双模机上合可以看OTT 但是不是只有OTT 还有数位广告 数位广告其实是一个 大的收入的来源 那客户在这里 通常我们在讲客户在这里 你就有商业模式 所以最重要的是Cable公司 要找到其他的商业模式 那这些族群呢 都在自己的系统台里面 那我怎么让他来看到其他的服务 其他的benefit 而且不管是他愿意付钱 或这个厂商愿意帮他们付钱 就是好的商业模式 针对盗版内容对于影视产业的冲击 中家宽平副董事长赖贤武认为 影视产业与宽平业者 需携手合作共同打击盗版 也期盼政府加强取缔 第一个就是我们有线电视的这个 所有的系统台必须要 同心协力取缔这些盗版的软体 但是呢上游 卫星公会啊 卫星频道公会 或者是版权的业者 也必须要加强这方面 另外盗版的内容服务 主要是透过宽平的方式提供的 那我们也呼吁 中华电信是全台湾最大的宽平提供者 他们不应该只限于说 我提供宽平服务 也应该注意到宽平服务上面 有很多非法的内容在这边串流 那我们也希望中华电信 加入我们一起打击这个 这个盗版软体的盗版 这个内容服务的一个现象 那另外一个就是当然 政府机关NCC 我们也希望司法部 这些都能够协助我们 加强对盗版权的这种取缔 在与会来宾热烈讨论下 台湾Inview会议圆满结束 期许在产业界人士相互意见交流下 台湾影视与电视产业发展 能够迈向更好的未来 记者林锡会台北报导 一看到火车头 小朋友就迫不及待的往上爬 手脚并用的经过空中倾斜的车厢后 在溜下旋转式滑梯 直说超好玩 很想玩 我觉得溜滑梯溜下来的时候 我就是觉得很好玩 很好玩 喜欢这里吗 喜欢 这处让小朋友玩疯了的儿童游戏场 就是位于南港车站前的南兴公园 在当地南港里里长李志锦 与市议员劝梅沙共同争取下 进行大改造 以火车作为主题发想 设计三节由低到高的车厢 透过攀爬架与绳索转拢连结 再衔接不同长度的溜滑梯 其中这座倾斜式的飞天火车最为吸睛 南兴公园在其实在六年前 也是由我们李办公处进行一个大改造 把它南兴公园就做一个无缝的接轨 但是发现当时的游距区就是比较旧式 然后孩子的参与性并不是那么的热络 那我们台北市政府公园处一直有在推个 淋漓的一个异象造型的共农式游距 那李办公处这边就委托我们的港部区议员 切梅沙切衣座 然后在此做一个现场的会刊 然后由公园处来这边争取 争取一个共农式的这种游距 当时我们跟共园处同仁 就有开过了几次的一个会议 就做一个讨论 当然南兴公园位置就在我们台北市 我们南港区的南港车站前 如果做这个有火车的主题做个意向 做个发想做一个设置的话 会更能够凸显出我们南港的一个氛围出来 当时我们讨论坐车飞天行 其实我们是仿造我们台铁的普悠马 普悠马有倾斜式的车厢的一个原意的概念 然后其实看到是里面是倾斜的 我们里面设置是平面的 让孩子们能够这样子行经节由穿越 穿越隧道那个概念 然后由油锯这样子滑下来 加上一旁的荡鞦韆 南兴公园成为家长六小孩的最佳场所 甚至吸引了外地家长前来朝圣 特别带小朋友来体验 我觉得那个网子的部分蛮有挑战性的小孩子来讲 还有这个设计来讲 我觉得他们也玩得很高兴 跟一般就是外面的比较不一样 一般对 就是它的造型啊 设计比较好 对 它小朋友比较好 应该还不错 除了超酷的儿童游戏场 改造后的南兴公园 还规划有展演舞台区 及体式人设施 让民众在三铁共购 通勤人群西来狼网的南港车站前 能悠闲享受都市里难得的一方绿地 记者张琪腾 台北报道 第一位有豫兰表示 玩具枪改造是造成治安败坏的大问题 根据警政署统计 107年到111年间 查获非法枪支的数量是稳定下滑的 但根据警政统计周报 国内的持枪刑案 飞弹没有减少 在109年之后逐渐增加 近期非法枪支及改造枪 对于诸多犯罪类型结合 让警察疲于奔命 严重更威胁国内治安 根据他的警政统计周报 国内的持枪刑案 飞弹没有减少 在109年之后反而逐渐增加 那近期非法枪支跟改造枪 更与诸多犯罪类型结合 让警察疲于分泌 更严重威胁国内治安 而警政署的统计之中 查过由模拟枪改造的非法枪支 已经在大概是六成 模拟枪不是玩具枪 我这一次所带来的 不管是长枪或者是手枪 都是台湾厂商做的玩具枪 是供出口只供外销使用 因为根据统计世界的玩具枪之中 有60%还是台湾 部分业者 其实台湾的玩具枪的品质都好 美国西野军校或瑞士的警方 他们会跟我们的玩具枪业者 来进行训练卓作 其实我之所以开始是接触 台湾的玩具枪 中马民国玩具枪协会 最主要是我们看到 现在台海兵凶战围 此时此刻正有美国的军火商人 在台湾想要卖给我们二流 三流或无入流的武器 但是我们其实是有很好的 很好的这些玩具枪业者 也可以来协助 比如说进行全民国防教育 过去黑枪也好红枪也好 其实要进口进来非常不容易 改造枪支1310块就可以买得到 弹壳2800块都可以买得到 3600块也可以买到这样子的东西 而且还有售后服务 所以这个是造成人民生于恐慌当中的状态 民进党政府不用心 也不上心 只会在第一现场批评 今年二月份中正大学 有针对于治安方法司法 有做一份民调 国人对于警察维护治安 到目前为止有73.1的满意度 但是对于国家的整体治安满意度 从过去2019年的66.5% 下降到今年二月份 只剩下39.6% 这个就是现在国人对于治安败坏 整体有忧虑忧心的状况 邮玉兰指出 政府应针对非法枪支子弹 及非法改造业者加强查气 不能任由非法改造业者及枪支 在国内流串 对国内玩具枪业者 应积极的管理辅导 代替禁止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海苔肉松结合卡拉脆机 推出中西混搭复古咸香风味 这时在沾上松露起司酱 美味瞬间升级 有业者在母亲节 推出新品松露起司锅加价购 购买指定套餐加价就可以享有 这满满浓郁爆表的起司酱 无论是沾炸鸡或是薯条鸡块都非常适合 所以我今天就来选择这个松露起司锅 想要买回去给妈妈一个惊喜 因为这个平常也不常见 可能就是它有一个专用的桃锅 满可爱也满吸睛的 然后加上松露味就是会有满满的高级感 我觉得还蛮适合这个母亲节来孝敬一下妈妈 这次肯德基有预购会员的话 就可以筹金华酒店的精致套房的卷 然后我觉得还蛮吸引人的 就是除了孝敬妈妈的同时 同时也多了一个机会 让妈妈能有一个不一样的母亲节 母亲节的话一定就是要带妈妈去吃大餐 对啊 然后准备很丰盛的礼物给她 或者是一束鲜花 那当然最美味的东西大餐一定少不了 那这一次除了就是有送鲜花和礼物以外 我订了肯德基的松露起司锅 因为妈妈其实平常蛮喜欢吃松露和起司 那这次想用一个这样特别的一个锅 搭配这样肉松的炸鸡 然后让它有一个不一样的风味 不一样的体验 母亲节犒赏母亲大人 许多子女会选择带家长去吃顿好料 不过也有民众喜欢订餐在家开party 方便又不用周车老顿 在家也能吃出满满高级仪式感 因为我们家平常都是也是肉松 会配喜欢吃当早餐什么的 所以一家人都很喜欢吃肉松 那这次刚好有出这样子的炸鸡口味 那我自己试过之后非常喜欢 那加上妈妈本来就很爱送鲜花 起司 所以这一次这样子连手搭配 有这样的一个组合 就马上给它在APP上预购 而且好像这次预购还可以抽 那个猪猪卷 所以就觉得非常特别 其实在一个套餐里面应该是 八块炸鸡没错 其实是可以像我们家是 算大家庭会有七到八个人 大家一起这样吃一个套餐是都没有问题 然后就像刚刚你说的 常常订餐都订不到餐厅 就是可能就会变得又在家里简单吃 所以这次可以这样做一个提前预购 然后就在家里享受一个不一样的母亲节 就是非常方便也非常及时 可以给妈妈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我觉得松露味比想象中还浓郁 然后这个起司量其实也满足的 然后它薯条鸡块炸鸡都可以蘸 我觉得比想象中还要更香浓 然后甚至跟蛋塔什么的也一起的满搭的 推出这个松露起司锅有预先预购的活动 就让我们子女们可以把它优先带回家 孝敬妈妈不会让妈妈轴车老顿到外面的餐厅 然后大家在家里面也会有满满的仪式感 然后让我们可以跟妈妈说一些心理话 然后在一年这个最重要的母亲节 让她开心一下 松露起司锅全台限量一万组 5月2号开放预购直到14号为止 让您在过母亲节时有多一项欢庆选择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带着小丑样貌的口罩 穿着五颜六色的服装 一群小丑们惊喜登场了 但你注意到了吗 其实这群小丑也都是长辈了 他们来自关怀小丑志工团 专门到各地安养院艺演娱乐长者 像我在表演的时候 我希望跟老人家 你要睡得好 吃得好 你要动手 最重要心要动起来 心怎么动很简单 笑起来就好了 不要破了 不要破了 他是关怀小丑志工团的创办人黄世代 一位71岁的小丑 美国科技副总退休后回到台湾 他感慨在国外勒临活动非常普遍 但台湾却没有人在做这样的活动 他决定之声扮起小丑志工 那自从我2013年第一场表演了之后 我继续下来就很多场 我碰到的困难就是 因为我一个人 其实有一次我到一个场地是60个人的 所以我一个人从左跑到右 从前跑到后 这种跑动我觉得太辛苦了 所以我从2015年6月我记得就开始培训小丑 2015年黄世代成立关怀小丑志工团 带领更多不老小丑一起到安养院 散播欢乐窄配爱 直到现在志工团已经成立7年 服务超过100多家老人机构 志工们的培训课程完全免费 黄世代希望参加者都能释放出内心的快乐小丑 愿意跟着到老人机构娱乐长辈 也享受过程中奔放的自己 大家都问我说 老师我不会表演吗 我还不会笑吗 我说很简单 如果你还记得逗baby笑的话 你就可以逗这个笑 你只要把心打开 你除了你要动手之外 你要动你的心 心一打开动起来 笑容带在脸上之后 你整个这个想法就改变了 不一样的是 这群卖力演出的小丑 其实平均年龄已经65岁了 这群不老小丑的最大目的 就是希望看见长者们脸上灿烂的笑容 即使自己也年过半百 一样能用热情与活力 感染台下的老人家 我是在科技公司 六年级公司 多过二十多年的专业经理人 那我是因为我的婆婆 重工失智 我决定说 就是工作词调 它是专心的雇文活 我就是因为这样子 怕无恶意 那时候我看到大毛哥的报道 然后我就跟大毛哥 约在市场关子喝下午茶 我说一杯咖啡喝下去 从自己下午起来之列 因为大毛哥在那一天的下午茶 他跟我说 他的梦想是 要带着一群志工去挨两面一眼 我们当小丑不是要表演 我们重点是带着他们 一起玩一起互动 带给他笑容 希望一个小时之内 让他们舒缓一下 他们的慎重的苦闷 痛苦 真正的小丑并不是要 在我台上表演 是真的要带动 蓝养人需要的 长辈需要的活动 我希望说 我可以不管活到哪一天 我都是能够去做 服务别人的 开开心心的小丑 其实我是90岁的小丑 也许我可以带动 比我年轻的 或是比我年纪大的 就算是在每一场 一演结束后 志工们仍然意犹未尽 他们聚在一起 分享演出后 收获的喜悦与感动 是很内修害相的 对对对 我以前没有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很压抑自己会这么 虽然没有那么开 但是也这样子啊 也是一种突破 对对对对 我现在非常愿意来 就是关怀长辈 就是陪伴另外一个自己 因为我们都会老 其实我觉得要慢慢一步步来 因为有时候会投射 会反射 如果我是他我怎么办 可是当你一次一次的陪伴之后 累积起来 你就会发觉是说很开心 你可以陪伴他这一个小时 关怀小丑志工团 成立到现在的一大转变 就是从农妆小丑 变成小丑口罩 以及红鼻子替代 他们想表达的是 与世俗小丑不同 他们代表着温暖与陪伴 我们最大的一个改编 是我们有自己的logo 也发在我们的口罩上面 那你可以从眼睛 眼睛看出来的世界不一样 充满爱 充满正能量 然后小丑的红鼻子是一定要的 嘴角的部分 我们强调的是会心一笑 让人家看了就很舒服的微笑 而不是狂笑大笑 漫长与苦闷 已是许多人心中老化的代名词 但谁说老了就伴随着孤独 无法拥有快乐呢 面对老去 人总是会老的 把日子每天的该做事情做好 然后每天都有目标 把东西学得好好的 然后这些目标 完成之后有成就感 所以增加你心上的健康愉快 每天的日子 如果能够在每四人四之前 努力把它做好 快快乐做好 这就是老去最需要的态度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富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明料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v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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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没有办法逼自己去坚持 我觉得蛮重要的 而这位坐在场边指导的总教练郭森 四年前遭遇严重车祸 重回校园的他变得不一样了 我很自卑啦 我每次训练的时候 就跟学生讲一些无关痛痒的话 察觉到教练情绪不对劲的队员们 决定让教练打开心房 那次聊天之后 他们说教练可不可以像以前这样教我们 凶我们没关系 骂我们都没关系 对我们希望你可以像以前那个样子 来带我们 努力复健重回校园的教练 和勤奋训练的队员们 用于在一次次的比赛中拿下冠军 拔河这个项目其实有点冷门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机会 我们会想要让全世界知道台湾这个国家 拔河不仅拉近了鼻子 也拉近了台湾和世界的距离 记者陈怡如 吴若婷采访报导 基隆市一年一度的议师国中小英语学艺竞赛 本次比赛共分为国中组和国小组两大项目 各项目都有不同的比赛类型和题目 国际市子会第一位为了地方学童的英语能力的提升 然后市子会是一个国际社团 所以对英语非常重视 那这也是符合人道主义的一个社区服务要求 那本次活动呢 特别申请LCF就是国际 市子会国际基金会 它的区域及社区影响拨款 DCG来资助办这个活动 那国际市子会都很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 然后可以提升社区小朋友的英语能力 更能这样国际市子会在社区能够扎根 向下扎根 那么取起小朋友长大以后 可以加入国际市子会一起为公益 为公益 为社会服务来做努力 那么让我们的社会更加享和 让参赛者可以展现自己的英语能力和创意 国中组方面 有指定专题演讲组和看图说故事组两种比赛类型 在指定专题演讲组中 展现自己的思考和表达能力 而在看图说故事组中 参赛者则需要根据给出的图片 进行即兴的英语口语叙述 展现自己的英语表达能力和想象力 国小组方面则有说故事组和朗读组两种比赛类型 在说故事组中 参赛者可以选择字编或改编童话 图画书等故事 根据故事内容进行英语口语演说 展现自己的创意和英语表达能力 而在朗读组中 参赛者需要朗读一篇指定短文 展现自己的英语阅读和朗读能力 这次比赛的主办单位表示 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赛 可以激发学生们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和热情 鼓励他们勇于表现和展现自己 我们跟第一支十位合作 教育处举办这个活动 我由基隆试音识中心来协办这个活动 目的是让我们基隆试的孩子 有更多用英文表现的机会 那今年我们很特别 我们把国中分为两组 除了专题演说之外 还有一个是说图 那国中说图其实也是蛮挑战的 他是等于是说四张的图 那国小我们也是一样 就是朗读跟说故事 那朗读今年报名的人很多 那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老师呢 越来越鼓励我们的小朋友 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能够增加他们的口说的能力 那说故事呢更是精彩 刚刚可以看到我们的小朋友呢 非常认真的运用道具 运用口说 然后用流畅的英文 去说一个很精彩的故事 那这都是小朋友很棒的舞台 也藉由这样子的比赛呢 可以增加我们的老师 还有我们的老师 指导我们小朋友的能力 跟小朋友的彼此的表达能力 参赛者们也表示 这次比赛是一个展现自己的舞台 我今天来到这里有一点紧张 我是第一次参加 我觉得小朋友有机会来参加这种比赛啊 很有意义哦 然后也很感谢 然后学校还有辞职会 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我得到这个奖我也很意外 希望下次可以继续参加 好看到ICRT有一篇故事是在介绍蜜蜂 所以我就上YouTube去找The Angry Bee 后来就其实在在选故事之前 一直不知道选什么 然后就很意外的就选到了这一篇 刚好在五年级 我刚好就挑到婷语 他可以把name ring这样子的发音念的非常好 所以就选定他了 那今天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成绩 我真的到现在还在发抖 就我非常的意外 他们将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 为自己的学校和家人争光 七位跨党派议员合体召开记者会 要替地方议会助理争取合理的薪资待遇 民众党团总召黄敬寅表示 受限中央法令导致地方助理加班费预算 编了也得搅裤 民众党议员张志豪也认为 助理工作辛苦 薪资却无法获得合理保障 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这个地方民意代表 费用给付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的 补助条例第六条 目前只有针对议会的这个公费助理的人数 跟补助的总额来订定规范 但是对于加班费或者是劳健保费用 其实并没有明文的规范 所以就会让这个费用产生了一些模糊地带 或者是解释空间等等的 那因为中央法令的限制 也导致现在地方议会的这个助理的加班费 或者是这些相关的预算 就算编了 但最后还是一样要脚裤 因为没有法源的依据 那这个就让我们开始反省说 其实在这个劳动节前夕 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的助理 还有我们办公室的好伙伴们 大家都为了这个地方上的事务 不管是会刊等等 刮风下雨其实都在外面这个跑活动 所以其实当然助理的工作我相信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其实从2000年到现在议会的议员的助理费 已经23年没有调整了 但这中间大家如果回想一下的话 其实经过了这个公教人员的五次调整 那另外呢 其实这个劳工的最低薪资 其实也经历了15次的公告来做调整 所以对于议会助理的权利 我们相信应该要多给予一些保障 那也希望可以给这些助理费用们 大家可以有一些调整的空间 不过这当然需要地方来做倡议 然后也需要中央一起来协助 我们很热忱的为我们的民众来做一个服务 但是我们的助理如果在收入难以达到平衡的话 他们要如何的认真的 在无后顾之余的状态之下来为大家服务 光靠燃烧他们自己的热情来服务民众的话 我个人认为这不会是一个长久之计 所以我希望可以透过这次的呼吁 希望中央政府能够正视这个事情 及早把助理费调至合理的标准 并且给予我们应该要给的加班费用 民众党议员林真宇表示 两年前就在立法院发起跨党派 为助理请民记者会 没想到两年后一样没有下文 而民众党团干事长陈又成则认为 23年薪资动涨是非常吊诡 且扭曲的劳工环境 23年动涨的状态 在1997年的时候 我们的基本工资 1997年 基本工资是15846元 然后在2023年 目前的基本薪资 已经调到了26400元 在这20年来 我们的基本工资已经调账了67% 调账了67%的状态下 难道议员的助理就不是人吗 不是台湾的劳工基础吗 当我们拿着我们市议员名义代表的精神 去监督所有的劳方 都要符合劳资法的同时 为什么我们却是让我们的助理 没有办法享受所谓的劳工保障 劳工保障你不给他 你却要用公职人员的法律 框架所有的助理 这合理吗 这叫不合情理 更不切实际 如果今天国会的议员 他可以由他的老板来去认定 他们的加班事实 为什么台北市议会会出现 所谓的查核不易呢 这个是不合情理的 我们只要求公平对待 23年前我跟黄珊珊 当时时任的议员也是第一届 走到这一栋的时候 跟现在24年后我现在当任议员 大家想象得到吗 薪水的条件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给助理的福利待遇一模一样 而且24年前到现在 没有加班费 没有超时工作的补偿 也更没有合理的劳健保的这些保障 所以这是非常的调诡 跟扭曲的一个劳工环境 我们也不得不跟我们的助理 说声很不好意思 也加上刚刚所有我们在座 年轻的这个不分蓝绿的议员 如果有这个自知之明 或者我们比较有良心 都得拿自己的薪水出来垫 这也是个问题 这笔钱其实过去的地方的议会 首长包括柯文哲都有编列 但是中央不给钱 所以这样子扭曲跟霸凌我们地方 议员助理的这个现况 我认为我们也不是自肥 只是认为台北市议会 不该带头违法 我们也希望说在即将到来的 五议劳动节 中央跟地方 还有包括我们台北市政府 能够带头来赶快做相关法令的修改 跟争取 不要让我们明年的劳动节 还是在做一样的呼吁跟诉求 民进党议员赵宜祥则认为 议员被赋予的任务是审查上千亿的预算 却连基本的加班费查核都不被信任 而新党议员侯汉廷则表示 因查核不易就无法给予基本薪资保障 简直是因噎废食 而国民党议员杨子斗则强调 要让助理有安全感 能稳健生活以及有所保障 其实主要过去 我觉得是卡在两个层面上 第一个层面 简单说就是这个 无论是立法院或者是相关的主管机关 认为说这个议会 不信任议会所这个 报的这个加班费 就是说这个加班费 怕说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查核等等等等 我很好奇就是说 这个我们被赋予的任务 是要审查整个台北市 破千亿的预算 然后对于说基本的 这个加班费的一个查核跟核报 我们竟然没有获得这方面的一个信任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疑惑的 但在另外一个层面来说 我们会常听到 就是说怕会有议员 因为过去的关系 所以会把这个所谓的加班费 或者是加薪的部分是徒利自己 我想这个不能因为有少数的一个状况 就惩处多数的人 那如果确实有这个少数的状况 我也希望说中央可以积极透过修法 或积极透过其他办法 去遏止这样子的情形发生 我们主张最基本的 议员的助理应该要比照立法委员的助理 有定期的调薪 以及编列合理的加班费等相关预算 现况下没有办法给予加班费 多数有有良心的议员自掏腰包 那即便如此 但仍然是在法规的层次上 在整体应燃的层次上 等于是全台湾的各个议会机关 公然违反劳基法 光明正大的违反劳基法 因为没编列就是没编列 不会给就是不会给 当议员还有劳动局长 我们在议会质询 探讨所谓劳工权益的时候 但议会的助理却是违反劳基法 而且就是实质上劳工权益 被践踏的一群人 何其矛盾 年轻人有个基本的温饱 以及不管是申签管道也好 发薪水或是加班费 都很合理 而且更重要的是 让他们有安全感 以及稳健的生活的保障 长大比较不会变坏 所以我们让助理有加班费 我们让助理有基本的薪资 可以上涨 长大之后可以避免成为 海外洗钱的二子民贷 或者购买情趣娃娃的贪官污吏 对市民跟我们助理应该是双赢 所以绝对要支持这份提案 对此劳动局 劳动基准科科长叶思言表示 过去曾行文至内政部 未得到正面回应 而后续劳动局将再次含循内政部 其实这个议题在108年的时候 我们也有两度协助台北市议会 正式行文给内政部 针对希望说针对包括 因为我们现在公费助理的部分 其实助理人员也常常在外面外勤 刚刚议员都有提到 就是会刊很容易发生职业灾害 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说 可以增加这样子的一个补助的项目 包括加班费也好 支遣费也好 或者是职业灾害的 这些补偿的费用也好 但是就是都被内政部以 这是雇主则认为 拒绝去变更他们这个条例的一个修法 这边后续如果说也需要 这个局内来协助再次含循 请示 这个我们也都是愿意来做协助跟帮忙 也是乐见其成 记者会上议员们也表达诉求 呼吁中央修法调高助理人数 从原定直辖市6到8人 县市2到4人 分别增加上限至10人及5人 并调整公费助理薪资上限 直辖市及县市议员 每人每月分别增加为32万及16万元 重视地方议会助理权益 合理薪资待遇才能留住人才 提升问证品质 记者李奇惠台北报道 因应光电发展在地方上的争议 立委郭国文 洪生和共同举办记者会 要求中央应定定清楚的管理原则 加强纳管 以台南七股争议的经验 过去回应地方诉求 提出由中央到地方设立工作站做法 获得不错的成效 但在光电设置越发普及下 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前端因应 拟定相关纳管机制 那上次公庭会当中我们提出一些 由中央派出到地方 成立工作站的做法 某程度也发挥一定程度的成效 但是这样的成效 是不是能够在末端处理之外 而能够在前端里头来做因应 那前端里头做因应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这个纳管的这个可能性 在地方上我们所有的观察的一个过程当中 地方民众对于这个太阳能光电或雨电共生的 这一个疑虑 日渐升高 那之所以升高的原因是因为 越设越普及的情况底下 政府某个程度也是追求KPI的一个 一个目标的情况 而没有去注意到 所有基层民众的一个感受 一来他可能是冲击到生活的部分 仅仅社区过境 二来他可能是冲击到生产的部分 可能造成既有的一个生产作为的一个冲击跟破坏 三来他可能会对生态可能造成 威胁或影响 而引起诸多环保人士的一个疑虑 那这些现象当中呢 在过往中央单位 作为一个土地提供者的一个相关机关当中 只是在作为一种书面上的审查 以大潮国为例来说 当初国财产署发给所谓的开发许可的情况底下 是连现场的状况是毫无所知的情况 只有单纯从书面的审查就给予开发许可 也造成了一个所谓的这一个冲突跟来源 那同样的类似的能源问题 台塘的这一个土地的提供者 也曾经有发生过类似诸如的现象 因此我们是希望中央能够领定一个纳管的一个机制 从一个纳管的机制来说 来避免日后可能会造成所谓的生产 生活生态的冲击的部分 所引发的一个社会争议 我知道不管是从渔民的角度来说 不管对于太阳光电厂商来说 都还有一个困扰 就是地方的养殖事实到现在 都还没有办法被清楚的厘清 所以我要跟大家说 其实不管是从渔民的团体 从地方的团体 从这个相关的厂商 他们都非常非常需要 我们的政府大力的把养殖事实离清 为什么养殖事实离清重要 因为当养殖事实离清以后 你的相关的权利义务人才会清楚 权利义务人才会清楚 所以每个人该有什么权利 在这一个秩序里面 该有什么权利才会清楚 当今天养殖 连养殖事实的认定都不清楚的时候 其实很难去界定权利义务人 不管是对渔民的角度来说 不管是对厂商的角度 都是很大的相关的困扰 所以这个部分坦白说 我认为这绝对是行政端 就可以做的事情 现在我们从2019通过了功夫法之后 其实我们花了非常非常大的力气 去查这些违章工厂 我认为我们现在就是要用 查违章工厂确认事实的方法 来去确认养殖事实 对养殖事实的认定的确认 只有把养殖事实的确认给确定下来 我们才有可能真的进入到 好好的管理的阶段 今天只要这一端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坐扎实的话 我认为你要谈后面的管理 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是应该要 编列充足的人力预算 该把养殖事实 包括相关的科学标准 损害科学标准的认定 都应该建立起来 这个是管理最重要的基础 雨电供生案件的养殖事实 是由地方政府负责认定 未来会结合科学技术监测 包括水质 荣养及产量等状况 强化管理 经济部也将与农委会合作 由政府作为土地整合的发动者 透过公开临选 选出能回应地方需求的厂商 现在法规是规定 水市所的在台西 它现在有些地方建筑 有这样子的一个小规模 先用连线的方式 就是说你吃鱼的时候 里面要不管是水质 PH或是农氧 或是酸碱度 这里本来都有些主动的监测 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再去推广 那大概在这边 洪委员也认为说 应该在经费上还要去益助一点 就是类似我们 像我们海洋一夜的日准 现在就是有一个监控的一个系统 你船到哪里的时候 大概都知道 那你捕捞的是什么样的一个 那个移货或是移业种类 这都主动的你做这个管理 要用这个同样 医疗的发展就是说 在管理上 如果你把那一些的 那个感应的那个水质监测 或是还没有谈到 那个所谓厂的监测 这都没什么问题 只要你那个一离开的话 比如说你一天或半天 你如果离开 那就OK 但是你如果那个系统 那个信号没有进来 就是说水质 你如果潮过几天的时候 就表示说你哭哭了 你现在已经是有疑惑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的一个研究 现在是我们是秦 那个也是 当时也是做我们的 那个渔船的监控系统 的海大的一些老师 你做这个那样的 那今年大概是有一个计划 先以水市所的这个 几家的那个进驻在台西 或是那个台南的这一部分 都可以连线来做这样的一个测试 未来大概考虑的方向会有两个 一个我们刚刚讲的说 由下而上 如果有养邪或鱼邪这边 他们可以整合好的时候 由他们当主体 那我们去媒介 优良的网点业者 让他们当主体 这是一种由下而上 由地主或是渔民 自己来做的 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个是 我们由上而下来做规划 那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已经有 渔电工程专业 总面积大概花了 花了大概将近有两万公顷左右 所以这个部分 大概有很大的量 那有些已经开发 有些还没开发 那我们想说第一步 大概我们会跟农委会合作 在当地去 收集民意之后 民意这边如果 针对这些还没有被利用的 专区范围内 他们觉得 可以大家一起来 共同往前走的 改变过去 由他们自行来 整合土地的做法 我们打算 用临选的方式 临选出 比较 可以跟当地共农 共存的这些好的厂商来做 那临选里面 当然合法合规 这只是基本要求 我们要要求 他要跟当地的结合这边 包括刚刚有提到的 牧林的方式 回馈的措施 可以改善渔村经济的 等等这些 透过临选的时候 把这个好的厂商 愿意跟在地结合 一起共同发展的 这厂商选出来之后 由他再去做整合土地 那后面当然这些做法 就会有一些配套 临选出来的 我们大概会让他 在我们的这一些 台电的溃线上 我们大概就会做一些 管理的动作 洪生案指出 现已有部分 不孝业者用草作土地 或降低成本方式 违法或游走在法律边缘 经济部及农委会 应承担责任 研议纳管机制 介入鱼电共生 所需土地 及鱼温之空间整合 并确保鱼电共生收益 能由渔民和社区 健康共享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荣耀号总吨位数 17.2万吨 长315公尺 还有19层甲板 2200间客房 号称是超级豪华 荣耀号4号上午7点 就停靠金融港 带来了4000名旅客 展开半日游行城 第一站就选择 最熟悉的台湾 游客很开心 高中经理 还有船长交换名牌 地中海荣耀号 首次来台 港屋分公司 特别与船长 进行交换名牌仪式 今年 基隆港屋分公司 我们非常的用心 我们先前去拜访过 台北市政府 也跟基隆市政府合作 对于游轮到港以后 旅客岸上的一种旅游 自由行的一种旅游 我们做了非常多的一种讨论 那基隆市政府在今年 他们在每个行次 游轮靠拨的时候 都会派志工来做导览的一种引导 同时也提供 这种观光巴士 在游轮的靠泊码头 提供观光巴士 让旅客能够及时的 也能够搭乘这种观光巴士 在基隆市来旅游 那同时呢 他们也推出所谓的一个 散布地图 能够让旅客下船以后 就能够很快的 在基隆港的周边 去步行 在步行的距离之内 就能够去达到 基隆市要去推广的一种旅游景点 荣耀号预计明年一月将营运 基隆纳坝 双母港航线 业者对台湾的游轮市场 很有信心 因为它是用双母港的概念 从基隆跟冲绳 所以基本上也会带很多 很多日本的旅客进来 那一艘船 尤其MSC这么大的吨位船 可以容纳5800个人 再加上他们的船员 基本上等同一次就 200多架的A350的飞机进台湾 所以相对的会 我相信也会带动台湾的知名度 还有我们的一些旅游观光产业 也会增加在台湾的消费力量 台湾游轮市场 因为疫情停摆两年 今年国际游轮重返台湾 也针对不同的客群 提供各层级的游轮服务 在疫情前跟疫情后的话 我想有不同的游轮公司进来台湾 那现在其实我们现在都是有在安排 这所谓的不同的分众的市场 比如说是高端的 那高端的话 其实在这个17万顿的船的话 它其实有高端 它也是有这个套房 它的套房的话 也是有一个叫做地中海的俱乐部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大家都能够来尝试看看 那未来的话 当然现在目前 其实在市场上面 除了是说以台湾为母港之外的话 那还有所谓的这个 极地的旅游的话 也是相当的顺行 金融港务分工事统计 光是今年 游轮就预计有176航市 57万女次来台 将带来300亿的观光产值 象征台湾游轮正在复苏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 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 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 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 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 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也没确诊 阿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妇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 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一大早许多信众就来到基隆慈云寺财神殿帮财神爷祝寿 也透过拜拜直角向财神爷祈求发财归 求到发财归的信众都相当开心 今天是农历的3月15号是中路财神圣诞 所以特地来这边拜拜 然后求归回去到一家大小吃平安 对 刚刚有求到对不对 有有有 有心情觉得怎么样 很愉快 很开心 对啊对啊对 我要求组星娘说我老伙子 要求一个守居 让他吃平安 对啊 要拌杯 要拌杯 怎样宣叫有 太杯 要上杯才有 今天我们寿歌是 所共享的这个 组星娘教官的 他的聖誕日子 今天是最好 最好三月十五日 是這個救災日 今天來救災 看你 整個禮拜 我們廟方也做了很多 那個求財規給他們求 他們求了 他們有賺錢 他明年他就會來還 廟方說 農曆3月15號財神爺聖誕這天 是一年當中 求財補財庫的最佳日子 因此可以看到 信眾絡繹不絕前來祝壽參拜 共桌上擺滿了甜點 共品和發財金 還有信眾特別準備 補財庫的金紙來求財運 另外今年來還願的民眾也很多 準備的共品相當豐富 所以很早很早 很多信徒 今年有賺錢 還有對的 來和米菇 和蛋糕 壽頭壽麵 來還 就是我們那個 五路財神趙公明 他非常領異 民間習俗財神爺聖誕這天是求財日 許多信眾來到基隆慈雲寺 虔誠參拜 希望能在財神爺的保佑下 一整年平安開運發財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畫面上是銀河古音劇團集結各界人才 製作高互動的人偶舞台音樂劇小天使海地 5月27號將在基隆表演藝術中心演出 主辦單位特別贈送50張門票給基隆家福中心的20個家庭 讓弱勢孩子有機會觀賞優質劇團演出 銀河古音劇團預計在今年的5月27號來演出 那因為疫情的關係很多家庭的收入減少了很多 所以這次我們銀河古音劇團特別捐贈了20個家庭 大概50張的票 我們給我們基隆家福中心的弱勢的小朋友 跟爸爸媽媽可以一起來看這場戲 首先謝謝主辦單位給我們家福這麼好的機會 可以邀請這麼多孩子來看戲 看舞台劇這樣子 因為家福一直秉持的教育脫貧的理念 所以我們平常就會希望增加孩子多一點的一個文化刺激 然後我想說這次有那麼好的機會 我們會可以看到銀河劇團帶來的表演 會帶給我們小朋友一個非常開心的 而且很難忘的一個夏天 一起來歌唱 唱呀唱呀 開心呀 小天使海地是一齣溫馨的親子音樂劇 敘述失去雙親的海地 被帶往爺爺居住的阿爾卑斯山 後來又被姨媽帶到法蘭克福 陪伴行動不變的嶺嶺 日子一天一天過去 海地想念爺爺 卻又不忍心離開嶺嶺 溫心感人的劇情中蘊含教育意義 迎合古音劇團歡迎親子朋友 踴躍來觀賞小天使海地 希望小朋友能從輕鬆的演出中 體會正面樂觀的力量 也將溫暖傳遞給身邊的人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讓我來帶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會案件 話說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組分享自來接中藥行夫妻確診死亡 還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組不斷被轉傳 越鬧越大連中南部親友也知道搞得左鄰右舍都很緊張 大家畢之為恐怖 及後來結果怎麼樣 雷中藥行夫妻根本沒死啊也沒確診啊 當地里長找到這名散播消息的婦人 她解釋並不是有意的指示 轉傳沒想到事態會這麼嚴重 她親自前往下跪登門道歉 中藥行老闆最後決定原諒她不追究 如果這是真實案例要告訴您疫情期間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邊一定要聰明辨別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記得一眼見不一定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養成訊息查證的習慣 因為很重要 所以講兩遍要記得歐中家集團關心您 眼見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所以記住眼見不一定為真 科技進步人人都可以是記者是編輯 有字有圖有標題越聳動讓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無聊來玩玩而已 另外還有照片合成技術造假就更容易 還有現在很夯的AI技術可以移化節目 不是他說的都會變成他說的 那該怎麼辦教你簡單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這會不會是假的 二養成查證訊息的習慣看看新聞來源 作者還有日期更要通過各種管道來查證 破解假訊息行動似不宜藥 不要只看標題不要分享不要按讚不要驚慌 要查證要查證要查證 中家集團關心您 機房及非法機上河經銷商強力查證 據查獲778台非法機上河 涉嫌侵權金額超過台幣10億元 看到一則則的新聞 這些製造、輸入或銷售侵權機上河的業者 都會遭到最重可除兩年以下徒刑 給50萬元罰金 影視產業式文化輸出的軟實力 可帶動旅遊、觀光等行業發展 盜版業者行為會讓正版業者收益減損 進而減少產出優質節目的能量與資源 直接受到傷害的是文創工作者及消費者 所以請大家檢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機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機上河 內建是否下載了侵權App 雖然台灣沒有對使用侵權機上河的民眾 有任何的罰則 但為了打造一個優質且強盛豐富的影音帝國 請民眾一起導正市場合法秩序 支持影視產業